余美人他選這個 我很贊成啊 還非常好 有什麼 選不動就選不動嘛 選中的是人生 另外一個跑道的開始也不錯啊 問我有沒有興趣啊 嗯 來者也不拒 如果說我今天有這個姻緣 有人推我出來選 選什麼 選領法委員啊 橫術法師支持余美人參政 怒懟 造謠消息 胡小哥 我一定是忠實 準確 反映 我選去選民的心聲 我不是正常的橫衣服長 這是我可以最大誠意 給萬華 中正人一個公告的地方 你說那個余美人選立委啊 其實也未嘗不可啊 選真的選假 余美人他選這個 我很贊成啊 還非常好 有什麼 選不了啊 選不動就選不動嘛 選中的是人生 另外一個跑道的開始也不錯啊 問問我有沒有興趣啊 嗯 我說來者也不拒 我給你 我的祝福 沒有開玩笑的 這要有條件嘛 保持一切隨緣的橫術法師 回憶當年找女性圖騙簽本票 他也坦然回應了 還順帶透露兩個弟弟 小哥費玉清 和綜藝大佬菲哥的最新動向 總金額六七千萬 總金額六七千萬 因為兩年的時間 黑市的立上滾力 因為對方一直騙我們說 下個月下個月下個月 我們就一直在希望他的錢到位就OK了 但是他錢根本就一場騙局嘛 照理講律師會問我說 你怎麼幫他求情呢 就像陳怡婕遇到這個案子 人家公司公辦不放過他的 所以我到回來跟法官求情 就算了 就給他一個教訓就好了 其他的也有法官自由心證 所以他才我這個案子 他判一年零兩個月 照理講是三年以上七年以下 他現在在桃園女子監獄 他們一直都有 他們直接是會到我的戶頭 包括小哥 菲哥都一樣 菲哥也像我早說 叫我回家 或怎麼樣 三十節有沒有 端午節啊 現在逢年過節都還是會回家的 對 有時候小哥不在 他的國外 有時候他過年會回來 最近其實發現也就是 瘋傳什麼小哥重病啊 最近的小哥還有官求 說我最近怎麼樣啊 因為我這個人是沙漠的仙人長 他們都叫我退休 我是不願意退休 沙漠的仙人長 絕不親眼對咎 我要暫時在人生的沙場 幹嘛退休等到老人痴呆症啊 關於網路造謠 小哥過世 和江蕙密婚生子的假消息 更是讓橫術法師火力全開 能不能換一個人 老是搞江蕙啊 煩死了 什麼江蕙生小孩啦 飛行死了啊 哎呀 你們換個遊戲嘛 累不累啊 我聽了都煩死了 那他飛行就喜歡江蕙啊 哦 去去去去去去 哎 沒喜歡過他 他在朋友嘛 只是朋友怎麼會搞了什麼生小孩了 還生小孩我到醫院裡去抱小孩 我聽得真氣死 然後每次都坐在 文章都坐在江蕙上面奇怪了 不能做別的美女嗎 你會覺得創生劇 那邊碰不上去嗎 對啊 你看演藝界對不對 有人往生 有人要去監牢了對不對 有人要旋歷鬼 有人離婚啊 還有什麼 什麼什麼 什麼姓什麼 謎什麼 對 一大堆的性騷擾著這個 真是不平靜的 其實也不能算演藝界啦 社會擺態 都有這種現象 可憐了 最主要的 我會覺得 一個例子 有什麼 又是 主要 是 一